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雖雄好 那我這段影片呢就是這個齊鳴的第三度影片 對因為那天有發那個影片嘛 那好像結論可能地方有一些爭議啊 就引起了蠻熱烈的討論 那各位的留言我都有看完 只是礙於最近狀況沒有很好所以 對好所以後來呢我就去周回一百多把齊鳴 那就把一些我周回下來的心得跟大家講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是周回速度然後打順的話 齊鳴可以取代這條光天 只有用下來啦大概打一百多把 後來回去用光天我覺得有些地方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速度不分的話大概會快 一分到一分半左右 一分到一分半左右 那動腦的地方打順的話我覺得還好 就照我影片裡的步驟打基本上大概都是 2122可以出關 2122手左右可以出關 那齊鳴的主要優勢版就是 木轟跟暗轟還有B7B8 這是我幾個明顯感受到他跟光天有差距的版 木轟這邊因為 這邊通常就是貓娘跟齊鳴要去兩手收掉 你後面才會比較順 那齊鳴這邊是有兩個殺手加一個超凡點嘛 所以對於卡木轟來說是會比較好卡的 會比較好卡的 你看這個傷害 這邊卡起來是比較有傷害的 好那這邊呢 這邊基本上也是兩手過啦 也是兩手過就是 安朵先去清掉軟軟 然後你要開SS 撞安朵變貫通 通常這邊兩手就可以處理到光紅了 那光天在這邊可以用尿尿 那齊鳴這邊可以用指喔 就看自己喜好 不過齊鳴的那個能量爆破啊 打在光紅的弱點上那個傷害其實蠻漂亮的喔 這邊通常也是兩手吃掉 就是我周回比較順的光紅這邊 好接下來就是貓貓進 就進暗紅了 暗紅的部分因為這時候光天還沒開SS 所以齊鳴的友情會比較通 這個反射衝擊波反起來 會稍微比較痛一點 然後一樣可以對暗紅的傷害 所以其實還蠻強的 齊鳴的友情在暗紅這版也是有傷害的 那這邊就是看自己手順了 就是弱點對弱點 然後如果照剛剛我打的影片打的話 你會有兩個加速狀態 就一個你要嘛 一個是貓娘 所以齊鳴的速度其實是蠻夠的喔 OK 蠻強的 那這時候光天有SS啊 所以傷害也會跟上齊鳴 不過就看自己喜好了 那這邊呢 這邊就是我的齊鳴不夠右邊 所以反射衝擊波比較麻煩 沒有把那些小怪反到 反得好的話 小怪也是可以直接清掉 那齊鳴打這邊也是蠻強的 齊鳴打這邊就是雙殺手嘛 所以刮起來也蠻帶感的 走到這邊就是兩手 就是這邊要把小怪清掉 然後歐娘跟齊鳴要去收掉 可以用卡的或用錯的都可以 反正就是 盡量讓齊鳴在左下或右上 就是貓娘跟齊鳴的 這兩隻 左下或右上 加攻的話會比較舒服 好 那我們這邊就看齊鳴的傷害 這邊就 還蠻大 就是傷害夠啊 就是雙殺手嘛 在超平衡 好這邊就出關了 好接下來是B7 B7的部分 因為這個加攻狀態會把聖德芬的加攻蓋掉 所以這邊齊鳴會大力一點 不過這邊通常如果你要追求最快速度的話 會用歐娘來處理 就歐娘直接交SS 這邊開SS 因為我這邊發現我沒辦法讓他們加攻 所以就直接交SS 好 然後這邊歐娘交SS 就直接把奈洛打掉 好 然後齊鳴盡 齊鳴盡的話安朵就好解毒 主要就是以蠻血出關 為主 好這邊就直接交歐娘了 那齊鳴打這邊 因為有加攻嘛 所以打奈洛也是超級痛 所以這邊傷害齊鳴會比聖德更好 好進王關 王關部分這邊光天有反反 所以會比較靈活 那齊鳴的部分就 看路徑吧 看自己的路徑 那我這邊是選擇直接交SS7 因為齊鳴沒有SS 敲這個奈洛也是很痛的 所以他不需要SS 他敲奈洛也是很痛 還蠻強的 這點真的是蠻強的 好那這邊 這個安朵要解毒 好 這邊扣扣一下 那這邊你要可以考慮交帕克或不交 都可以看自己狀況 我這邊是交帕克啦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蠻血出關 這邊就交帕克了 好 那這邊歐娘再去補刀 就是直接把奈洛打掉 那打不死也沒關係齁 因為這邊 我們回合是夠 奈洛還要再兩回合才會打 那齊鳴下一回合也是可以用大傷害去處理掉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個周回30的部分齁 好最後來說一下那天發生了什麼事情齁 就是禮拜的時候啊 我有發一部齊鳴的試用 那應該是結論的問題齁 後來看了一下底下的留言是蠻熱絡的 那後來我也有仔細看他們的留言 其實大家都蠻理性的 也沒有人身攻擊 我覺得這也蠻好 就是大家互相講他們自己的想法 然後就跟我講一下 然後後來看一下 其實他們講的真的還蠻好的齁 那簡單來說呢 齊鳴我自己後來試了一下 我後來覺得 以通關書來說 齊鳴會比光天好很多 那撇開速度的話 聖德芬其實還是很好用的齁 那觀點也會不太一樣 那如果你要周回來說 個人覺得基本上就是 照我影片前面那一隊打 這個速度會快很多 大概都六分左右齁 好那未來打高難呢 我會再更加的謹慎 那也感謝那天願意在我身上 花那麼多時間 這個意見交流的人齁 手藝良多 那麼Pug也快到了 我會盡快把自己的狀態調好 那麼以上 感謝各位觀看 謝謝大家 掰掰